新的卫星图像显示,朝鲜正在重建其承诺拆除的火箭发射场,朝核问题似乎在一次处于十字路口。 这些图片是在美朝领导人之间的谈判,结束两天后拍摄的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,没有就无核化问题达成协议。 东苍里发射场,一直用于卫星发射和发动机测试。 从来没有用于弹道导弹发射,拆除该发射场的工作,从去年开始。 但由于美朝谈判陷入僵局,拆除工作停止。 拆除东苍里发射场的承诺,被视为平壤和华盛顿之间的一项建立信任措施。 与此同时,美国方面警告说,如果平壤不采取无核化措施, 朝鲜将可能面临更多制裁。 美朝核内首脑会议,无果而终后,朝核问题似乎又一次走到十字路口。 来自美国几家智库的卫星图像证据和韩国情报部门的证词似乎表明, 东苍里发射场的火箭发射台的重建,有迅速进展。 自2012年以来,东苍里一直是朝鲜的主要卫星发射场。 它也被用来测试射程,能达到美国的导弹发动机。 但东苍里从未被用于试验,被认为具有挑衅性的弹道导弹。 美国监测分析朝鲜问题的网站,北纬38度线的主编珍妮陶恩,对英国广播公司。 记者说,做出这种区分很重要。 他说,因为朝鲜人很可能认为,重建东苍里不是他们导弹计划的重要步骤, 而是他们民用太空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他们过去多次做出这种区分。 陶恩女士说,重建东苍里可能表明朝鲜人对谈判进程缺乏信息。 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的分析认为, 朝方对东苍里发射场,已拆除设施中的一部分进行修复。 此举可能是为了扩大废弃该基地时的对外宣传效果。 但也不排除修复后,继续用其发射导弹或火箭的可能性。 韩朝首脑2018年9月,曾就在有关国家专家的见证下,永久废弃东苍里导弹发动机试验场和发射架台,达成协议。 对于河内美朝首脑会未果原因。 韩国国情报表示,朝美未能达成共识,主要是因为双方就解除对朝制裁问题存在分歧。 美国主张一揽子去核,而朝鲜要求分阶段去核。 BBC驻韩国记者劳拉比克尔表示,多数分析人士认为,现阶段,金正恩更有可能是在考验特朗普的界限和耐心,而不是要准备试验弹道导弹。 他表示,如果朝鲜真的违背了停止试射导弹的承诺,就会冒着不可预测的美国总统发火的风险。 这个贫穷的国家,可能会受到更多的经济制裁。 但金正恩在国内已经让他的下属认同他的无核化谈判,并在国际上树立他的政治家形象。 他真的准备好不顾一切吗? 美朝核内峰会,没有达成任何协议,或一致协定。 两位领导人无法达成一致的是,朝鲜在无核化方面,应该取得多大进展。 一些针对朝鲜的制裁才能取消。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·博尔顿,近日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表示,朝鲜仍可能面临更多制裁。 他说,华盛顿将继续关注平壤是否致力于放弃其核武器计划,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行动。 但如果朝鲜不愿意这么做,那么我认为,特朗普总统已经非常清楚了,他们不会从对他们实施的毁灭性经济制裁中得到缓解。 我们事实上将考虑加大这些制裁的力度,不过,观察人士警告说,增加新的对朝鲜制裁措施,可能会完全阻碍和平努力。 陶恩女士表示,朝鲜总是以新的挑衅的方式,回应对其实施更多的制裁。 而现在实施新的制裁的话,只会削弱继续谈判的任何政治意愿。 领航新时代全军部队,距离强军梦扬帆起新航。 央视网消息,新闻联播,2013年到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,中共中央总书记,国家主席,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,连续出席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全体会议。 并发表重要讲话,提出一系列新思想、新论断、新要求。 六年来,全军部队认真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,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的指导地位,重振政治刚技,重塑组织形态,重整斗争格局,重构建设布局,重枢作风形象。 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,迈出坚定步伐。 前不久,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,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,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。 这是我军军事训练监察领域的第一步法规。 为提升全军部队备战打仗能力,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。 2013年3月11日,习主席在出席12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鲜明提出,建设一支听党指挥,能打胜仗,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,是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。 以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为引领,人民军队坚定不移推进政治建军,改革强军,科技兴军,依法制军,全面提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水平。 2014年今秋,在习主席亲自决策和领导下,人民军队重回古田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。 着眼新的历史条件下,党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,郑重提出军队政治工作的时代主题。 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,确保人民军队,永远听党话,跟党走。 全军不断增强四个意识,坚定四个自信,做到两个维护,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。 强军之魂更加牢固,强迫必先强军,强军必须改革。 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率先展开,规模结构和力量,编程改革压缠推进。 政策制度改革前面展开,人民军队坚定不宜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。 全面重塑,焕然一新。兵不可一日不练,战不可一日不备。 习主席在全国两会上多次强调要加强练兵备战。 六年来,全军官兵强化战斗队思想,坚持战斗力标准,聚焦备战打仗。 共开展数百场各军兵种部队跨须基地化训练,百余场联合专项训练, 近百场军兵种互为条件训练。 全军上下备战打仗的导向更加鲜明。 从2013年到2018年的全国两会中,习主席连续六年,对军民融合深度发展,做出重要论述。 2015年全国两会上,习主席宣布,把军民融合发展,上升为国家战略。 从首艘国产航母出雾到歼20飞机辅役,从神舟号载人飞船到天空号空间实验室,从蛟龙的中国,深度到天河的中国速度,一连串的闪亮成就招式。 军民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,正在加速构建。 人民军队正以时不我待,执政朝夕的紧迫感和实命感。 朝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,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阔步前行。 at the civilian dead post,7,531,截后上班的第二天,京城迎来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。 这时来的大雪,让大家兴奋不已。 白雪挨挨的京城真的太美了。 在挨挨白雪间,那一抹甘蓝绿,成了最夺目的颜色。 挺拔的君子,助力在三十少位。 任平兵雪落在肩上。 这热的忠诚足以抵抗一切寒意虚扰。 巡逻路上北风瑟瑟。 你是否和他们擦肩而过? 是否也注意到了他们昂首阔步的坚定和无畏? 人民子弟兵。 这是他们最亲切的称谓。 守护你的团圆。 解决你的困难。